我的手臂問題 我呢 沒有啊 這個我要抓喔 妳有沒有看說 我都不太動 不太動 對 妳要細脂入線 不是 妳懷孕了 對 不是啦 我只要是穿無袖的 因為第一個 我手臂真的很肉 然後再加上我肉很軟 很軟 我跟妳說 妳看她的彈性有多長 真的 真的耶 是不是 它是不是很延展 這應該可以飛起來了吧 可以 所以 我要嗎 拍照的時候 我都是不動 這樣看起來就瘦 可是我這樣不動還好 水培是會這樣壓 因為有時候 大家在合照的時候 就會這樣子壓一下 天啊 這一塊就跑出來 或這一塊就跑出來 所以 太Q了 所以我的日常生活的穿搭 我要嗎 就是穿緊身褲 大家就覺得 妳的腳好長喔 不然就穿短褲 人家說 腿好美喔 再轉一圈 再轉一圈 穿短裙 袖子要到這裡 對 然後剛好遮到可以遮的地方 我就會覺得很自在 我們來看看佑群老師 如何鼓勵她呢 Chuli姐 好笑喔 這是一個好方法 走得太快 重點是 還是 對 還是有露一點手臂 手臂 而且看起來是瘦的 而且手臂是沒有什麼脂肪 感覺不是剛剛這樣 一拉就是鬆的感覺對不對 是骨頭 所以我今天教大家 如果說妳跟Julie姐一樣 就是暫時有這個 還要找組織老師施幾次 還有這個困擾的話 服裝上面可以先做微調 比方說我給Julie姐 選擇了這一個上衣 其實她就有一個 非常優秀的剪裁 就是在這個地方 她做出了一個挖空 對 這個地方做出挖空的話 其實一般來講 我們沿著鎖骨這個地方 脂肪是比較少的 所以妳會反而看出來 是她的骨感 但是Julie姐 因為我覺得她真的是 輕度患者 她不是她自己講得那麼嚴重 所以這個地方 讓她有一點點包覆性 妳就會覺得說 這個手臂不是那麼的肉 如果她整個露出來 可能就會有一點點 對 剛剛的那個味道 因為她又白 對 然後另外一個 重點是 妳在選擇這些剪裁的時候 除了這邊挖空以外 我建議這個繡攏的部分 要稍微輕盈一點 有一點點鬆分 讓這個地方的對比 會比妳的肌肉 或者是肉 來得膨脹一點點 因為對比的關係 這個地方就會看起來 變得比較小 然後另外就是 中間有一個簡單的挖空 所以我利用三個挖空去 好像把它這個肉肉的地方 去轉移焦點 對 看起來就會是一個 很骨感的女生 對 然後在下半身的部分 跟這個她拎著的西裝 其實這個披著也很好看 如果說女生你很擔心說 暫時性 你還沒有辦法 有這個很漂亮的線條的話 妳就用這樣 一線 上下 對 我們講今年 套裝 今年秋冬開始 這種格紋跟顏色又回來了 顏色真的很富 對 就80年代 90年代那個感覺 像這個很多名人都穿 比方說那個超摩卡拉 她也是這個的愛用者 然後我讓這個 上下半身都同一套 但是下半身的剪裁 其實這個褲裝是 比較屬於男生的這種 擺木打褲 所以她在這個地方 有做很多的壓折 她有另外一個好處 Juli姐沒這個煩惱 可是有小腹的人 這樣的壓折 可以再做一點點修飾 然後另外一個特色是 它是短褲的關係 為什麼 因為Juli姐最漂亮的就是 腿 那一雙長腿 超美的 讓這個長腿出來 她全身上下的比例裡面 露出肌膚最多的 就是她雙腿的時候 你就完全不會覺得 她手臂有任何的問題 真的 轉移交點 對 轉移交點 如果你跟Juli姐一樣 就這個地方有困擾 其實今天 我來帶來很多的這個服裝 都是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你是比較 手臂重症患者 我會建議穿這一個襯衫 那大家會想說 這個跟Juli姐身上的 不是差不多嗎 其實它有一個不同的玄機 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它是用縮口的 縮口 它有一個鬆緊帶 對 它有一個鬆緊帶的縮口 我建議女生 如果說你是比較肉一點的話 你就是利用這個縮口 可以做上下微幅的調整 那你就可以 把它再往上一點點 讓你這個肉肉 看起來不會那麼大 對 就讓它面積再小一點點 另外當然也有一些是屬於 一樣想要露手臂 可是要露不露的 比方說 好像鎖骨這樣 這個也好性感 OK 比方說像這一款 這一款它就是利用鞋尖的感覺 去做一點點 對 露肌 然後底下我就搭配一個 很漂亮的牛仔裙 去做 對 因為Juli姐一定要露眉腿 反正 然後今年建議大家 如果你秋冬開始 可以投資一些 男生風格的運動腰帶 因為這種男生風格的 運動腰帶 現在搭配在女生身上 會非常的好看 而且利用男生 平常的配件 都是面積比較大的 對 反而因為那個面積大 對比讓你身體會變小 休閒跟肩膀三個挖洞的設計 不但修飾了手臂 若隱若細的性感 更是殺傷力十足 再搭配一雙美腿 誰受得了啊 是你 分別免 誰受得了 您的運動腰帶 有個少數 但是你的運動腰帶